主料,海带50克,糯米300克,肉馅200克,辅料,葱姜,木耳,香仁,油盐,香油,准备时间,两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糯米加水需要泡一天,海带最好宽的,我用的是经过腌制的海带,需要用水把盐泡掉,如果是新鲜的要在分水里过一下,这样才能变软。 调肉馅,就按包饺子的馅料调制,我用的花肉,葱姜,木耳,香仁,将肉馅倒入泡好的糯米一起搅拌均匀,剪一块适量海带,放入搅拌好的馅料,四周流出边这样不会溢出来,把多余的边折起来,卷好后用剧米叶先在中间洗一道,然后在两边,装锅,我用了高压锅,放在盘子里,按十分钟, 可以切断成盘了,烹饪技巧,高压锅中还放盘中,是会有剧流出来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